大家好 我是阿滴 然後今天是2021 7月18號禮拜天 然後是這個0點30分 那剛剛推完了這個劍影遠征的這個37 36 哇 那覺得推得蠻順的 不過等級比較高啦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齁 這個烈火戰記 目前我是在參加這個每日出職活動 那最重要的就是你的聲望要打2880喔 那其實沒有也沒有關係 因為那個我試用密斯特我覺得 我不是很滿意喔 因為我覺得他跟這個劍影遠征的魅魔比起來 他不是噴全場齁 但是他的死魔比較 我覺得比較強勢一點喔 所以大概是有好有壞啦 可是我覺得他如果說想要向劍遠征這樣子 就是噴全場齁控全場的話 可能之後用這樣的隊伍可能會有問題 可是他的那個死魔傷害力變強了 那總而言之呢 反正我都已經除了1200 然後離這個什麼聲望還只剩200多 所以這個課一課就可以課到了 那就我想總共大概課個1500左右就OK了吧 好沒關係講是這樣講齁 可能到時候又不小心又課了 好那我剛剛我課了一個 隨便課一個這個什麼 日禮包30塊的 那第三天的這個廚師就已經解完了 然後我們來這個什麼抽一下喔 那另外呢我的這個聯盟齁看一下 這個我們來看一下聯盟資訊 好我的公會是就直接叫阿天見遠征齁 不好意思直接用自己的名字不要臉 但是呢這樣子比較好找一點啦 那這個目前等級是1 然後呢 如果說有人一天沒有上線的話 我會踢掉喔 所以大概是這個樣子齁 譬如說這個一天沒有上線的 我們就 我看一下喔 怎麼管理阿 移出聯盟 我好像是第一次當這個公會的會長喔 所以大概是這個樣子齁 請大家注意一下 如果說一天沒有上線的話 我會踢掉 那我也會盡量玩這款遊戲 如果說我真的要氣坑的話 我會先說明喔 那這個 這個是我公會的部分 然後呢 我們來開一下這個 應該是靈魂史吧 因為剛剛那個每日儲 好像獲得了一些東西喔 我們點背包 喔可以有兩隻英雄卡 我們一隻一隻開好了齁 我們先開第一個 喔這位是 戰士 他感覺上好像 好像蠻值得期待的牆耶 這個好像什麼突擊阿 然後下人阿 然後單次阿 怎樣的都有齁 好沒關係齁 反正就是前期我覺得也不用想太多 因為你就算知道哪個牆 你一直抽不到也沒有辦法 所以前面就不要想太多 唉唷 這個是什麼 這個是安丹德拉嗎 這一隻喔 但是單隻也沒有用阿 可是至少有開一個圖鑑喔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齁 這個我們先看一下這個新的英雄 這位是安丹德拉嗎 造型很像 可是他拿的是斧頭喔 老亂之斧 撩亂之斧 滿滿的力量 齁 然後這個三次震盪 碰碰碰這樣子 然後斬下前方 有擊倒效果 然後以澎湃的活力 消耗20%自己的生命 然後強化20%攻擊力 戰鬥熱情 然後最後一個好勝之心 將額外強化自身25%的這個生命上限 同時 嗯 好 這個 這個到底強不強阿 不知道咧 感覺上是犧牲自己的血量 然後增加自己的傷害 但是就控場的話 好像只有大招有控場 因為這個戰鬥熱情算是 算是被動劑嘛 也不是被動劑阿 自己會去消耗生命值 然後在5秒後強化 可是也就5秒鐘的時間阿 然後在戰鬥中的時候 他會提升自己的生命上限 然後每次累積 失去25%生命值的時候 會激發好勝之心 所以說 這個會持續的 你一邊補血 他這個好勝之心 又會不斷的觸發這樣子 每一秒還可以再慢慢 回復自己的生命值 但是10秒鐘僅會發生一次 又有點像是 依索的科學怪的那個樣子喔 好 沒關係齁 但是只有一次的話 我覺得發揮不了這個戰士的作用 那我剛剛呢 我剛剛抽到的這隻角色 很像萌萌喔 這隻 這隻我是覺得還蠻值得期待的 亞瑟 他說這個大招是對單體 然後攻擊這樣子 然後這一招齁 強襲敵方 然後是無視一切控制 這招我也覺得 至少是無視控制 然後進入爆氣狀態 回復自己能量 然後8秒之內 對啊 這個不需要自己扣血嘛 然後又有吸血屬性喔 最後一個 單體發動決鬥 然後這個會弱化 弱化單體敵人還會附帶震懾效果 我們來看看他的震懾效果是如何 這樣子 擊退 這個是切 鬥氣 他的震懾效果咧 好像沒有看到震懾效果耶 好我們來看一下大招 大招 好像OK吧 就是一般的戰士這個動作 好那要練他嗎 這個是看一下喔 我們先把他合上去好了 我一直想要等這個光盾喔 他一直不來 所以我也是很尷尬喔 他是這個騎士聯盟的 那騎士聯盟的話呢 我這邊有一個木盾妹子喔 好肥料也不夠 所以也不用想那麼多 反正他現在放在是那個 賢者學任這邊 反正等級放著到時候 隨便把他放上來試試看 好那抽完了之後呢 這一次的影片主要是要講這個東西 魯比克迷宮 魯比克迷宮呢 這個我昨天已經通關了這個難度1了 那他這個地方他可以產出這個東西 你可以去買神器的材料 然後還有這個神器的經驗值之類的 這東西呢我覺得有點像是 這個比較簡化版的祕寶俠灣喔 那神器的這些材料呢 是用在什麼地方呢 是用在這個地方 他這個地方升級會需要這個元素魔石 然後也需要經驗值嘛 那元素魔石的話 可以在剛剛那個活動的商店去買 然後身心有沒有 身心這個東西 身心 那個雷劍 每一種屬性的神器 他會需要的這個石頭不一樣 所以像是我現在是用冰的嘛 這個 我用冰的話 我就必須要用這個藍色的這個材料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商店 商店在這個迷宮商店這個地方 你可以購買到這個水晶 這個水晶就是剛剛那個魔石 我現在有多少 5433喔 其實蠻多的 他打7折耶 好買一下喔 然後我是要這個藍色的啦 他沒有賣藍色 要注意喔 你不要用鑽石買到喔 我們最主要就是要用這個魯比克方塊 所以他大概是這樣的東西 像我剛剛已經買了這個元素魔石嘛 所以我的這個神器 剛剛好像是需要這個元素魔石 有沒有 正好夠了 上升級 Yeah 升到60級 那這個等級的話 是每一個神器都是共用的 但是身心的話呢 就是每一個神器是獨立的 你必須要用這個 它相對應顏色的這個魔石喔 好 那總而言之呢 這個就是一個 拿神器升級素材的一個 算是一個機制吧 那難度1挑戰完了 我們今天還要挑戰這個難度2喔 好 OK 那難度2解完之後應該就難度3了 所以這個就是這個樣子 這個就是1到5關 然後不斷的往上爬這樣子 然後商店就是剛剛看到的 元素技這個我現在還看不到 因為我現在進度是在7隻 好像7隻20吧 好那我們來一關一關打打看喔 那他這個樣子就是這個樣子 他會有三星的條件 戰鬥勝利 上一名聯盟成員 然後我方傷亡少於2人 好 那這個騎士聯盟的話就是這一個 這個就是騎士聯盟 還有我剛剛拿到了這一個 這個也是騎士聯盟的 那遊戲有6個種族 那就是跟劍遠真一樣 就是4個基本種族 再配上這個比較稀有的神魔種族這樣子 那但是敵人不是很難喔 敵人不是很難 所以說我推完難度1 我覺得完全沒有難度喔 好第一關過了之後再次第二關 第二關的話至少有一名布甲英雄 布甲英雄其實就是 法師類的角色啦 好那就是這樣子吧 我一定會有一個法師啊 因為我的女王就是法師嘛 每次看到這個之後有火焰 這個是對方神器的那個效果嗎 好ok過關了 這樣第二關也過了 所以這真的不是很困難喔 然後再來是第三關 有一名布甲 戰鬥中釋放不超過八次 這邊可以用刷新喔 你可以使用這個道徑去刷新 可是八次真的很多耶 像劍遠真的話 我記得是三次吧 八次真的是 八次真的是用很多喔 哇這隻貓貓齁 開場就會有一隻貓貓 不知道說到時候練強好不好用喔 那隻貓不知道能不能打 總是會想到說後期啊 推圖的時候會不會是那隻貓貓開場之後被摸一下 就直接死掉 因為玩到後期就大概是那個樣子嘛 所以說現在在看角色的話都會想到很後期的狀況 他們的那個技能能不能夠發揮作用喔 可是前期也不用想那麼多啦 誰跟你有緣 誰可以升星升得上去 就把他擺上去喔 像我擺那個騎士聯盟的那個什麼奧斯卡 那個劍士 我本來也沒有想要練他的 可是就是跟他比較有緣阿 所以就把他升上去喔 其實我覺得矽炎也應該可以升的 那個新手故事送你的那個SSR角色 可是當時矽炎在後面開槍的時候 我覺得那個傷害不是很可觀耶 所以後來我就沒有用了 好這樣子 有一名青甲的青甲我也有 好這樣全部都三星齁 你看右上方這邊 15顆星1撇45 所以這個一共有幾關 一共有15關喔 欸等等等等 任務條件我忘了看 待待待待 一名青甲我有阿 青甲就是這一個嘛 這一個 什麼 千炎是不是 這個就是青甲 他的那個怎麼講職業有六種 但是呢 基本上裝甲 裝甲就是三件齁 跟那個 跟那個 劍遠真是一樣 這個 重裝 力量裝 敏捷裝 跟這個自立裝 這樣想就比較簡單一點 然後職業有 職業就是有六種 至少有一名重甲 重甲我沒有 欸 這個是重甲嗎 這是重甲吧 我有點不是很確定喔 這個應該是重甲吧 他全身穿著這個騎士裝 好買一下 反正打贏就知道他是不是重甲 如果不是的話 我可能把這個大盾妹子 拉過來加減用一下 欸是喔是喔他是重甲 好 那這樣子他還可以當作是這個聯盟的角色 至少上這一名龍領成員 OK我上了三個喔 喔這個圖騰妹很討厭欸 欸不對 他不是妹喔他是男生 他是男生 對不起 喔在打那個什麼 海神的寶藏 哇這個圖騰真的是搞死我 把對面奶的實在是 這個 這個血血只要一減少 馬上被那個圖騰給奶回來喔 這個有英雄玩持人二次擊殺 應該是OK啦 應該我的這個千顏可以殺兩個人喔 如果不意外的話 喔有 欸 這樣有了嗎 喔有有有 二連擊有了有了有了還好有 過了 好 第十關 前面應該是沒有什麼難度啦 又有英雄要完成二次擊殺 阿如果說不行的話你就隨便擺一些輔助的角色 然後 只放一個攻守 這樣總行了吧 喔有了喔二擊殺了 好 咚咚咚咚咚咚咚 OK 這些都是跟神器有關係的喔 再來是十一到十五關 呃至少有一個布甲 沒問題喔 布甲就是屬於自立型的裝備 不論是輔助或是魔法師都可以 所以我覺得他六個職業應該是 每兩個職業是用同一種裝備吧 呃 武鬥家跟射手是敏捷裝 然後輔助跟魔法師是自立裝 那坦克跟戰士是力量裝 應該是這個樣子吧 好 第十二關 呃 有一名中獎英雄 有 就是這一位 亞瑟 喔 我們的魅魔直接被秒了 這個難度不高啦 好 第十三關 快過了快過了 呃 至少有一名布甲 60秒內結束 其實條件不會很困難喔 可是不知道難度越高會不會越困難 但是 我今天才打到這個難度二啦 那我打難度一的時候 其實感覺跟這一次來講 也基本上是一模一樣喔 所以也許在後面難度之後 條件會開始慢慢變苛刻 譬如說原先60秒獲勝變50秒 然後只能放八次大招變成六次大招 慢慢掃 剛剛那隻角色他會復活喔 所以很像古王 對面那一個 拿劍的這一隻 他會復活 他會復活一次 好 好 第十五關 終於最後一關了 呃 英雄玩之二次擊殺 好 沒有什麼問題喔 應該是OK吧 好 殺死一個了 超屑 剩什麼 結果吃到 快的 奇oughs 這個東西就是那個什麼 這個 我們的那個異劍迷宮 然後時光監塔的話是隨著主線進度的任務開啟 那什麼競技場啊 還有這個什麼神域之路就是王座之塔 就跟之前一模一樣 就跟你所了解的這個劍迷真那個模式是一樣的 他是什麼東西啊 每天可以領一次喔 那總而言之我大概就現在是買一些粉塵吧 這樣子 好那我們來升級一下 看一下今天有什麼活動 今天是第三天了 我覺得這好像是新手7天的這個活動 好領一領喔 好棒喔 這都快解完了 什麼是精靈花園累計掃檔84 精靈花園這個我還沒開啦 因為這個是要 註冊時間大於48小時 這個是註冊時間喔 所以說 這款遊戲我玩還不到兩天喔 所以應該快開了 應該快開了 到時候再錄說這個花園什麼東西 好心之祈願 我覺得 這7天活動之後呢 就算你是無課應該也可以獲得 也可以這個把所有的獎勵拿完 然後再多獲得一隻這個揮葉機喔 來來來來 OK 再來又是200是不是 好登錄有禮 OK領一下 這樣子 好心之祈願 OK再100又可以再抽了 然後剛剛領了一些東西呢應該又可以10抽了吧 有有有有還可以20抽喔不錯喔 好 所以一定會出一個紫色的 來吧 有課金新手就是一直抽喔 欸欸欸 欸欸 讚喔 這個就是月旗嘛 我在打那個海神的那個寶藏 我被他搞得好慘喔 OK 好 月旗是不是 呃可是只有一隻喔 我們來看一下月旗的這個這個攻擊是如何 他的他的攻擊是可以彈來彈去喔 我們先拿個免費的100鑽石 好他的技能大招 喔這一招好像單體攻擊力還蠻強的 而且會去攻擊敵人最虛弱的角色 呃在返回10秒之後呢 還會提升30%的攻擊速度不錯喔 純攻擊手來說 然後這個是回旋鏢嘛 這個真的是很像那個什麼 呃這個小冰冰傳奇的月旗喔 那這個回旋鏢的話會 會有範圍內的這個傷害 然後在這個彈射目標 普通攻擊的話會觸發彈射 會觸發彈射 呃這個 這個又綜合了這個可愛屬世的這個屬性喔 他在場上的話全體都可以獲得吸血 所以算是方方面面都有啦 好但是只有一隻也沒有用啊 好我們再繼續抽吧 希望希望再來喔 紫色角色多多益善喔 欸好沒有了喔沒關係 好獲得什麼禮物呢 這什麼紅色是什麼東西 英雄潛能啊這個是第八章才會有 我現在還沒有 好來合一下 大概只有這個樣子喔 好那就 看一下最後面我們來庭院看一下 因為剛剛那個 怎麼每日抽獲的這個這個 這個羈絆徽章喔 那這邊會有一些信件 然後有一些小東西 摸兩下也可以喔 反正就是 就是你的你的角色 他會跟你有些互動 所以覺得 還蠻有趣的 就這樣 那當然選什麼會不會有影響 這我不是很清楚喔 這樣子 然後過一段時間 30分鐘之後 他會回信給你 所以就是小小有互動 那他這個地方 譬如說牧場 還有這個公寓 這些東西你擺進去之後呢 應該說是 等一下 牧場然後看一下喔 點公寓 怎麼不能點 這個地方 稍等一下喔 牧場這邊掛著是會 掛著是會這個增加好感度 稍等一下看一下喔 公寓點一下 這邊還有訪客留言耶 別人可以來你的家來參觀 這個地方啦 這個是掛網 然後他會慢慢獲得好感度 好感度提升可以做什麼 這個我不是很確定 但是呢 你只要帶這個角色上場戰鬥 每戰鬥過一場之後 他好像都會獲得40點的好感度 那你也可以放在這個地方掛網 這個好感度的話又有點像命運之子 所以我覺得應該是會提升一些屬性之類的吧 好那目前就是有牧場跟這個公寓 那你如果說要提升這個數量的話 你必須要解鎖二級喔 那怎麼解鎖二級呢 我們可以看一下牧場 我如果要升級的話 這邊 庭院等級要是二級 然後庭院的舒適度要到500 那我現在是460 那我們來看一下 怎麼來提升這個庭院的舒適度吧 我們看一下公寓 怎麼去提升他呢 裝修 庭院到達二級 稍等一下 呃 庭院花房 庭院在哪裡啊 庭院深深 滴豆溫泉庭院到達四級 庭院到達二級 糗了我知道怎麼樣提升這個舒適度 可是 我不知道庭院在哪邊喔 我們來找一下喔 兵分盲盒圖 我有20個點數耶 兌換 等一下再玩我們先找一下庭院在哪裡 庭院是指公會嗎 商店 庭院到了三級 上面這邊啊 天啊 我看到了上面這個地方吧 這裡 庭院就是指全部的地方 這裡 找到了 上面這個地方 這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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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抱歉抱歉 浪費大家那麼多時間 找到之後呢 我們可以看到 這邊點就快多了 這邊都是跟舒適度綁在一起 然後第一個庭院 它是要到這個 500嘛 那我們就來升一下 我們首先我們去商店這個地方 像我都是買一些加60的 從最低加60的開始 譬如說 這個是9萬加60 那最低的這個加60 我記得有個45000加60喔 這個這個這個45000加60 我覺得45000加60還比較划算 因為有一個是9萬才加60 反正呢你這個戰鬥你會獲得這一個 羈絆徽章然後解析任務也會獲得 好我現在獲得了這個60之後呢 我現在買了這個這個商店的 這個道具你也可以用鑽石買 或是你慢慢玩也會獲得 然後我們選擇這個倉庫 好我們使用 稍等一下喔 倉庫使用 欸怎麼不能使用 不給面子喔 還是點裝修 裝修啦抱歉 我記得我有用這個倉庫使用過 反正就亂擺吧 有位置就擺 這樣子翻轉一下 翻轉 好有位置就擺 再轉 這樣子有點擋住我的視線 好這樣子 然後呢我們選擇設定 這樣子 然後再放一個 擺這邊再設定 設定好了之後保存 OK好感度增加了 這樣好感度已經到580了對不對 那已經達到條件了吧 OK升級喔 還要在 還要需要這個羈絆會章喔 好升級 解鎖新建築花房 嘟嘟嘟嘟嘟嘟 好解鎖了 剛好地震喔 好細顏也 也傳訊息給我了 喔他送我這個15000的這個 這個羈絆會章 讚喔 欸 牧場也可以升級了 只要300而已當然升啊 升級了是不是 好 我又可以派一個人來打理牧場了 然後他在這個牧場之後呢 就是等於說是掛機啦 慢慢去那個什麼定期你就過來領一下好感度然後再把其他人放進去喔 好那公寓的部分呢 一樓 還不行是不是 管理 公寓 一鍵安排 好像一鍵安排比較簡單 那我直接點管理一鍵安排好像就比較快 好然後公寓要升級了 庭院舒適度要600是不是 如果是600的話還差20的話你再到商店 隨便買一個阿媽阿狗的東西放進去就升級了譬如說 門店我們來買一個門店 這樣子 18000喔 等下買了會不會不夠升級 好我們點裝修 裝飾物 門店是放哪裡啊 應該是門口吧對不對 才叫門店嘛 好設定 擺上去了 存檔 加30 OK 現在我的那個舒適度到600了 喔可以升級 好建築升級了 食堂要到800是不是 牧場是1400花房 好那升級之後我應該又可以擺人進去吧 點管理 這邊多一個人 一鍵安排 好進去 那就是這個樣子吧 他就是增加一下好感度 好感度的話我們從英雄這邊應該也是看得到 這邊好感度 在這個地方 從等級0開始 好感度是從等級0開始的 目前這個女王多少 97級 9899 哎唷 就差那麼一點點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3到100級會需要多少粉塵 嘟嘟嘟 稍等一下 因為這個是12點更新的 OK010 我現在欠的是經驗值啊 綠色的經驗值 背包有沒有東西來看一下 有有有有看一下 好了全開了全開了 來來來來 女王先升上去 英雄 女王 好我們看一下 升級的話是1500 女王的話值得喔 1500是 是怎樣 煙紅的酒杯 這一招 喔攻擊對目標的傷害逐漸加深 好了管他了反正他是女王嘛 好女王之遠征 OK102級 那其他角色呢我覺得就是先平均升到100級吧 好都升一下級 OK其他就是平均升就好了 不然你這個升上去呢 粉層也不夠 對啊這個這個粉層也不夠 其實也才差一點點 500很快 好那影片就到這邊 謝謝大家觀看 我是阿天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